文公子义,一书在《喜宝》中说,我想要很多很多的爱,如果不能,我想要很多很多的钱,如果两样都没有,拥有健康也是很好的。 如果结婚,你最想要的聘礼是什么呢? 一个女孩说,不是十万二十万的彩礼,而是更古不变的爱。 其实,对于女人而言,爱是中排在前的前面,另一遇到你之后,我再也没想过去别人。 我一个朋友落架,我曾经问他,为什么这么勇敢? 因为,大多数男人真的不值得你落架,但是,他说,虽然男人给不了他很多的钱,但是给了他全部的爱。 他那时候很穷,周围的人都劝他,不要追女孩,先立业后成家,但是,男人说,他一定要先成家。 后立业,因为,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人,你觉得这辈子就是他,你觉得这辈子除了他,你再也不会娶别人,你根本不敢等。 他没有很多钱,就给他全部的爱,他晚上失眠,他在水地里给他打电话唱歌,一直唱到他睡着,他喜欢好看的衣服,他不舍得吃一顿很贵的饭,在三个月的钱,只为给他买一件衣服,他看到他笑,觉得自己吃了三个月的馒头很值得。 于是,女人落架给了他,他不觉得不要采礼,男人就看清了他,因为男人给了他足够的爱,让他有足够的安全感。 另爱一个人,就是不在乎他的过去。 男人娶他之前,他跟前女友谈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,到了分手的时候,男人不同意,到女人家里去了。 弄得周围的人都知道他们的事,很长时间,女人都不想结婚,他失去了对男人的信任,更失去了对爱的信任,甚至,连他母亲都觉得,有这样不光彩的历史。 他这辈子都很难嫁给很好的男人了,他那时候已经做好了一辈子不嫁人的准备,但是,他出现了,给了他所有女人想要的东西,甚至于,连品力都是他们那里最高的。 他坦克不安,跟男人提起了自己的过往,他觉得自己配不上男人这样的好,但是,男人说,爱一个人,你就不会在意他的过去,你愿意接受他的全部,好的不好的,包括那些不好的过去,你都能接受。 他们结婚后,他们结婚后过得很幸福,他从不提及他的过去,而他因为这份接受,加倍的爱男人,加倍的珍惜现在拥有的生活。 他说,男人给他最好的片里,不是那很多的钱,而是这份理解和接受。 03,如果你真的爱他,就会爱他所爱。 我曾问过一个女人,结婚这么多年,最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? 他说,是男人对他父母的尊重。 他爸爸喜欢喝酒,每次男人跟他回家,就会陪着他爸爸喝酒。 那次他爸爸喝完酒后,就会一直说话,全家人都不耐烦,但只有他耐心的陪着父亲。 父亲说什么,他就答什么? 有一次,他们回家坐了很长时间的车,男人已经很累了,但是他爸爸高兴,就拉着男人喝酒。 男人就一直陪着,直到第二天早上,他爸爸呼呼大睡,他才回到屋子里休息。 女人跟他说,其实不用这样的,但是,他说,他不是可以这样的。 他说,自从娶了他,他就把他的家人,完全当成了自己的家人,那是他的父亲,也是自己的父亲。 他愿意尽这份孝心。 他说,他每次回娘家,都会觉得很温暖,很舒服,因为,他的丈夫和他的父母亲如一家,他们彼此尊重。 在乎,让他觉得那是一种最深处的幸福。 男人总是说,女人在乎的是钱,其实不是,他们在乎的从来都是爱,因为,你给不了那么多的爱。 于是,他们才想要很多很多的钱,如果,两样都没有,他们便会对自己很好很好,因为有健康也是很好的。 男人们,请你不要盲目的指责女人的视力和自私,先看看你给予她的是爱还是伤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